今天的信息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乐 亲爱的朋友 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来学习主耶稣登山宝训所讲的 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八福的教训 八福的教训 主耶稣的八福教训是描述一个信徒的品格和特质 八福也是主耶稣对天国子民的要求 就是你和我活在世界上的要求 我们已经查考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中的四个福 就是虚心的人 爱痛的人 温柔的人和极可慕意的人 他们都是有福的 我们感谢主教导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功课 今天我们要来查考第五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乐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这第五个福 这第五个福呢 前四个福是细细的相关 而且有原生性 第五个福是前四个福所借的果子 叫像你要先栽种一棵果树 你才能够得到果实一样 前四个福呢 就像信徒要栽种的树林果树一样 我们在我们的树林生命中 我们必须先知道自己是什么呢 虚心的人 就是我们是树林贫穷的 我以那个比喻说 我们的背呢 我们身体就如背所装的 之前还没有信主的 是污秽的 属灵污秽的 我们要把它倒掉 然后呢 第二个福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性 我们的悲哀来哀痛 然后呢 我们第三个福呢 就教导我们 我们要温柔的心 温柔呢 就是要顺命于神的诫命和祂的带领 在这个生活上 无论任何遇遭遇任何的事 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都照顾我们 还有第四福呢 就告诉我们要 饥渴母义 神就是公义的神 祂的旨意就是要人活在世界上 来遵守祂的义 然后呢 饥渴母义呢 就是 神要你和我充满神的义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简单来说呢 这前四个福呢 是叙述 叙述我们信徒正确的领悟 了解我们自己 自己 还有呢 我们也是要领悟到我们自己 跟神的关系 非常重要 认识自己 认识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栽培正确的 这个信徒的品格 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然后呢 这四个福之后呢 不是你停下脚步来 不是说你知道 你自己知道神 然后就什么都不用做 不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要有正确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同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 然后呢 现在就流出 就原生于我们周围的人 人与人的关系 当然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当然 在教会里面 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当然 对世界周围的人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校友 还有我们所接触的人 神要我们与他们有一个正确的 人与人的关系 信徒首先的人与人的关系呢 是怎么样的呢 你要与人关系要有什么 建设性的关系呢 主耶稣教导我们 人要连续人 你要做一个连续人的人 我们要求圣灵光照和指教我们大家 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连续 做连续人的人 还有呢 主耶稣也是教导我们 怎么样领受其福的教训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我们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呢 是何谓连续人 第二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信徒呢 要怎么样施行连续 然后第三呢 我们要探讨的是连续人的福 首先我们来探讨这个 何谓连续人 连续于人 我们要问一个 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主耶稣要信徒连续人呢 为什么他要你和我来连续人 要做一个连续人的人 简单的来说 来问就是 主为什么要我们 这个做连续人的原因 首先呢 就是因为上帝本身 是一位有连续的神 这个就是圣经常常有指教出来的 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诗篇 一百零三 如果你有注意到 就告诉我们说 上帝在第二节 美善的主 你满有怜悯 慈爱 怜悯跟连续 他同小异 不轻发怒 然后慈爱和等丰盛等等 然后第三节呢 主爱我们向父连续他儿女 所以非常明显的 圣经就是这样讲 诗篇一百四十五呢 也这样的说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这个慈爱呢 也是有 大有连续怜悯的意思 第九节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慈悲也是连续 互比他们 他一切所造的 当然还有 好多的经节都 都来告诉我们 上帝是有怜悯 连续的神 这就是主要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连续人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 蛮有怜悯的神 在新约 我们也是一而再再了三的 得到指教 保罗说在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 保罗说 愿颂战归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父 慈悲在这里呢 是连续就是mercy 他赐各样安慰的神 神就是连续的神 还有 为什么我们要连续人呢 因为上帝喜悦 人爱怜悯 上帝喜悦 你和我要爱怜悯 要行 施行怜悯 米加苏迈克第六章第八节 就像的说道 世人啊 耶和华以子叫你为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他向你和我所要的是什么呢 米加苏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就是爱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上帝的要求 要你爱怜悯 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赐责那些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们都读神的道 圣经 律法等等 不过耶稣赐责他们 赐责他们说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 耶稣就讲到 纳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义怜悯 信实 你烦倒不行 把利塞人读很多圣经 知道 头脑里面充满许许多多的神的知识 不过心里面 行为上他倒没有 行这个怜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 你要行这个怜悯 怜悯人的 做怜悯人的人 当地本身和他所要求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 什么是连续于人 什么的意思 连续于人呢 首先呢 我们要探讨的 不是单单是一个对受苦的人的态度和感受 很多时候当你看见人受苦 尤其在疾苦的当中 你会流出可怜和同情的眼泪 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有地震 在文川地震 好几年前 在中国 几万人死 还有海啸 许许多多 我们在新加坡的 这么安逸的地方 我们都 所谓的受到这个灾难和灾害的震撼 我不知道你 但你知道这些 你的心里是怎么样 怎么的感受 不过呢 我们要说的 我们不是说可怜同行的心不重要 我们当然要有这个可怜和同行的心 我们要连续人 而我们是说呢 如果我们只有这个可怜人 同行人的心 但没有做出这个帮助的行为来 是没有益处的 这也是不是神所喜欢的 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说到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测身露体又缺了热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软 吃得饱 他们测身露体 他没有得吃 你只是说说而已 你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我们不只要有怜悯的心 不过我们更重要的 要施以适当的帮助和行为 与那些受苦的人 正确的怜悯 连续人的含义呢 就是为患难者提供帮助 和救助无助的人 救那些无助的人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一个非常著名的主耶稣 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The Good Samaritan 在这个比喻里面呢 有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 是一个连续人的好例子 有几个特点呢 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 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Good Samaritan 他帮助一个 他从来不认识的人 就是陌生人 他遇见他受难 他就去帮助他 还有呢 他也是无条件地帮助他 许多时候我们帮助人 是有条件的 是我们要得到好处 我们才帮助的 等一下呢 我们会再探讨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 这个比喻在里面 不过我们要先说到的 这个连续人的人呢 就如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连续人的人呢 也是一个愿意饶恕 或是帮助有罪的人 之前呢 是那些在患难受到帮助 另外一种的情况里面呢 一个人有罪 他犯了罪了 不过一个愿意连续人的人呢 可以施行饶恕 和伸出援手来帮助 我们知道 有谁是一个无过的人 你是一个无过的人吗 我承认我是有软弱有罪的 很多时候我们 有时候是 是 跌入这个犯罪的事情里面 我们犯了罪 很多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选择犯罪 当然在其他的环境下 可能是我们无知 可能是我们无知的犯罪 无论是我们故意的犯罪或是 无辜的犯罪 我们作为净徒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得罪的人能够原谅我们 不是这样吗 所以在人与人之间呢 我们常常会彼此的犯罪的犯罪 你要知道 不要做一个无知人说 我们是好朋友 没有事没有问题 我说 甚至我们会冒犯的人呢 很多时候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丈夫妻子 父母对孩子 孩子你不听话 你不要听你的父母的话 跟他们狡辩 有时候讲骗话都好 和其他的方面 不听你父母的话 你得罪他们 不过在这里呢 连续人的人呢 你要彼此的连续 你或者呢 可以饶恕 或者这个人在一个有罪的环境里面 你去伸出你的帮助来帮助他 我们要了解的 当我们说我们要连续人 甚至帮助这些有犯罪的人 或是要饶恕他们 这不意味着 你说主耶稿要我们连续人呢 就是没有条件的 主耶稿呢 不是主张你终止道德的判断 当然不是 一个人做错的事 如果你连续他 你不是跟他讲说 你犯罪不要紧 没关系 道德方面的 偷都好 不要紧 我会原谅你的债 你偷的东西是不要紧的 不是这样 当然还有许多讲偏话 当然犯奸淫 和许多的方面我们得罪人 耶稣不是说 人犯罪 你就忽略了他的道德的判断 你还是保持你的判断 因为神的道 神的要求是不可改变的 你和我都要遵行神的道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里 是你怜悯于人的时候 你愿意 生事援手来帮助 一个人 比如说赌博 赌博就好比偷盗 赌博全部钱没有了 去跟阿龙借钱 我们新加坡都看了 打鱼龙跟他们借钱 借不是一千两千 而是借一万 然后输了再输 然后又借更多钱 你有没有朋友跟你借钱 我相信在我们这边 有很多人都有 某某人 我欠人债 请你借我一千几百多号 还有许多多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 不过呢 我们可以说 我愿意借你钱 不过不是忽略了你 可以再去赌博 来花你的钱 不是 怜悉人呢 也并不是让严重罪行的人 逍遥法外 或是呢 也不是意味着 不让凶手的罪 神之以法 如果有一个 判 有一个偷盗的人 他在你的家里躲藏 警察要去来捉他 你可以说 我连续你 我保护你 不要给警察来我的家来抓你 等等 或是一个杀人犯 他被抓了 你跟他有一些接触 你不要 不比他 他这个人呢 如果在国家的律法中 必须受到惩罚 他就应当 罪有应得 就是国家上的 这个 惩罚等等 不过你失灵敏呢 是可以 好像帮助他的家人 或是可以传福音给他 这些方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听了 这个什么是 失灵敏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行呢 我们要怎么样行 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第二点 首先呢 我们当了解的 我们人的本性呢 一般上是 不喜欢和不要 失灵敏的 我们就是像在 耶稣的比喻里面 撒好撒玛利亚 这个人的这个比喻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 里面呢 有一个受重伤的人 要死的人 然后在途中呢 有一个祭师来的 他远远地看见 那个人半死半活了 要死了 流血多多 钱都没有了 给那个强盗打到半死了 他看见那个人 然后他就走另外一边 躲开了 你会讲为什么呢 一个祭师呢 其实就是好像在宗教领袖 他是教导人怎么样的爱人 怎么样的帮助人 还有怎么样的来奉献 来服侍上帝 应该是教导人怎么样遵行上帝的话 刚才我们所说 上帝要我们施怜命 他也应该这样做 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 你可想而知 你把你自己放在这个 这个祭师的地位里面 可能说这个祭师 要去圣殿 做那个敬拜 或是奉献 他太忙了 没有空帮助人 其他的人可以做 我不用做 或者呢 有另外一个人 在比喻里面 就是那个利未人 利拜 他也是看见那个受伤的人 在英文版里面呢 他还走去 靠近这个受伤的人 要死的人 他就看看 看看 要怎么做 这个也是常常我们可以看见的 在路旁有这个车祸 然后有人受伤 就一大把人围住在看 当然我们在说 只是一个比喻这样的看 不是说人家看就不可以 我是说很多人都是以好奇的心来看 当然我们看见一个受伤的人 我们会想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会想我们不能够做什么 无所不 没有能力做 就不要做吧 就走开了吧 这个也是一个 利未人呢 也是在圣殿里面工作的 也是应该有爱心的 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在这个比喻里面的三个 那个健康的人 一个技师 一个利未人 三个里面有两个不帮助 可见人的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只有 只有顾自己的 不关心人的 如果要说的更严重呢 是不关别人的死活 讲到这里 我们会说 这些都是这样 我不是这样 你可知道我们大家都有自私的心 很多时候呢 没有人看见 不过我们就不失怜悯 求主 怜悯我们的罪 我们要怎么样施行怜悯呢 第一 我们信徒施行怜悯呢 或是连续和怜悯 是大同小异的 是当我们帮助陷入困境的人 一个人有困境或是患难 刚才所说的这个患难 我们去帮助他 在马太福音25章 35到36节 在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里面 主耶稣要他的门徒 就是信徒帮助和照顾患难的人 就是有人饥饿 你要去给他食物吃口渴 给他喝 测身物体呢 给他衣服 患病的人去探访 为主做监牢的人 你去耶稣去探访他 和攻击有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是马太福音第25章 35到36节等等 反而呢 就是他 反而有一些那个山羊 就是代表了一个心里没有连续人的人 他们没有去照顾这些患难的人 上帝 耶稣斥责他们 审判他们 不过那些 施怜悯的人 帮助人的 提供需要的人呢 是那个绵羊 他们呢 就这样的 没有私心的 愿意帮助了 上帝说 你就是属于我天国的人 我们也需要像属于 特别属于这个 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家庭的人 来表明这种的怜悯 就是尤其是在信徒的家庭里面 教会的家庭里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义务 要施行怜悯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节说到 有机会就要 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如此 加拉太告诉我们呢 我们要帮助众人 无论是任何的人 有机会在我们的当中 或更加是信徒的人 这个就是 主要我们 帮助有困境的人 不只是 我们的教会 或是你家里的人 或是你认识的人和亲密的人 当然这些我们都理所当然的 伸出援手来 我们也要有机会向众人 行善 就好像刚才所说的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他像一个陌生人 失去 施行 这个怜悯 还有其他的例子 其实圣经有讲到许多的美好的例子 就是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这个是记录到一个人叫做巴拿巴巴巴巴巴巴巴斯 他把他的产业变卖 去周记当时的穷人 他把自己的产业变卖 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把你的产业变卖掉 而是说巴拿巴看见当时的状况 有许多人都很穷 或是有许多的其他的需要 他就变卖他的产业来周济周围的人 巴拿巴 还有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十六节 有一个女信徒叫做大比大 她是一个广行善事多失周济的人 无论是男的 无论是女的 你都可以周济 你可以献你的连续人的心去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又怎么样呢 我要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是连续愚人 帮助那些现在困境或是患难的人呢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看 我要大家仔细地观看你的周围 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人需要你施行怜悯和慈悲 有很多有患难的 有如重病的人 甚至有些人是生病 这个是一个需要 也就是说我生病你有没有来看我呢 还有孤儿寡妇是另外一个 有大需要的人 还有经济困境的 这个疫情呢 有好多人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 还有上市家人的等等 和奇迹多多 你也知道 当你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或是掉进泥坑里的时候 或是你觉得你的生活生命 就被这个周围的事情把你淹没 使到你好像要溺毙这样 你需要人伸出一个援手 把你拉上来 救你 帮助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大家都有意义来施行 怜悯于其他的人 你有机会 你有接触到 你有知道 你有听到都好 你可以考虑 不只是考虑 而是有你的需要来伸出你的援手 我要感谢主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特别有好几位有慈悲的会友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在教会有一位 好几位的弟兄 愿意的施怜悯的帮助 每一个礼拜 驾车 去在身体行动不便的人 来教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也是个来鼓励我们大家 当然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 别人看不见 不过上帝看得见 上帝也喜欢 所以我们应当求主给我们怜悯的心 施行怜悯 第二我们要怎么样施行怜悯呢 连续呢 就是我们帮助陷入犯罪的人 刚才我们也是略略有说到 陷入犯罪的人 他们犯了罪了 好像赌博都好 头刀都好其他的方面 主耶稣本人就是一个那个完美的展示了这一点 耶稣帮助陷入犯罪的人 人的生命里面 耶稣来世界上拯救犯罪的人 救他们脱离罪恶 这是主耶稣美好美妙极大的恩典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受惠的人 耶稣来世界上为罪人舍命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是敌对于神的 不过他来世界上来拯救我们 在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通奸的女人 耶稣赦免了她 叫说免她的罪所谓的 然后叫她不要再犯罪 还有残废的人都有说过 约翰福音第八章 还有第五章也有讲到 耶稣最重要的来世界上的 施怜悯的解救呢 就是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 我们常常有说到十字架十字架 十字架呢 是上耶稣施行他的怜悯 他的拯救于犯罪的人 就是我们大家 我们应当受到地狱的审判 他怜悯我们 他来救我们 然后呢 他呼吁我们要悔改 来相信他 耶稣来世界上救我们这些罪人 现在我要鼓励我们亲爱的朋友当中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是一个陷在灭亡的罪恶中 你的结局呢 就是永恒的灭亡 不要把这些 这个警戒 当为 不会发生 我看不见神 我看不见地狱 就是没有神 没有地狱 就是没有审判 没有对我生命 受到 这个 惩罚的结局 不要有这个无知的思想 不要做愚蠢的人 你要知道 亲爱的朋友 我是以诚心的爱心来劝诫你 你要知道你活在世界上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呢 你活在世界上的一天 你有一口气 你就还有一个机会来领受神的怜悯 如果你没有相信 你这个受怜悯神的机会就会丧失掉 你将会受到神的审划 这个是极其严重的事 也是一个慎重的警戒 我不是要来诅咒你 我是要来告诉你 现在 要听 听 来相信 这个满有 慈悲怜悯的耶稣 来世界上 他牺牲他的生命 你看 有一个人愿意牺牲他的生命来救你 从地狱灭亡把你救出来 你还要什么呢 他没有要求你要付钱还钱 他没有说要你给他任何的回报 没有 他只要求说你相信他 你就会得到拯救 耶稣就是那我们的救赎感谢主 愿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主的面前 你可以来 因为他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对我们来说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我们跟从耶稣的人 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 帮助那些在现在最终的挣扎的人 如果你认识到有一些人 他在最终的挣扎 他不是冒犯你 而是他在周旋到他自己的软弱和罪 和许许多多的方面 我们要帮助他们 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到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 过犯所胜 就是犯了罪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完全 基督的律法 第三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那些现在最终的信徒呢 帮助那些现在最终的中国中有两种 一种是信徒 一种是不信的人 对信徒来说 我们用圣经来劝勉他们 教导他们归回正路 用圣经 提摩塞书第三章第十六十七节 告诉我们 圣经是神所默示 于教训读者死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我们用神的道 就是施行于救恩 于神的怜悯于他们 当然要以谦卑的心 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帮助那些不信的人呢 以及跟随基督的人呢 我们要对这些还不信的人呢 来分享福音给他们 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所做的最仁慈的举动 要帮助人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传主的福音给他们 当然借助你的帮助和其他的方面 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呢 在在这分享福音的方面呢 我们要鼓励大家 我们要切切地为还没有关心还没有信主的人 尤其是我们的家人 关心他们 然后呢 然后呢 是连续于他们 罪人呢 得救的管道呢 是通过你和我 直到人能够听福音 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你的口 通过你的爱心 通过你的行动 来认识福音而得救 第三 信徒施怜悯呢 是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很多时候呢 有人会互相 我们会彼此得罪 信徒与信徒呢 我们知道保罗劝勉 这个信徒要彼此饶恕 以佛说书第四章三十二节 并且要以恩慈相待 纯灵敏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 你们一样 主耶稣的比喻呢 在这个不饶恕 这个同坐仆人的这个比喻 也是这样说 有一个仆人 他欠那个主人很多钱 主人饶恕他的 许许多多的债 不过另外一个仆人 得罪了他 他就不饶恕那个人 要把他放进监牢 我们要知道 这是非常严重的 主将会审判 这个不饶恕 同坐仆人的人 这个主导文呢 也告诉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你有人 人冒犯你吗 有人得罪你吗 很可悲的我们要说 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使得我们 最伤心的人呢 就是我们周围的人 有时候是你最亲的人 有时候是你最亲的人 神要你和我 来施行 饶恕 当然刚才有说到 不止不说 你把一些 错的事 犯罪的事 忽略了 还是其他的 不过你要饶恕他们 所以呢 当基督徒得罪你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饶恕 因为饶恕一个人不容易 因为许许多的时候 我们是耿耿为怀的 我们是记仇的人 我们是算人家的账的人 不过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人得罪你 你把你的冤情 交托于主 因为主上帝呢 是那位审判的主 祂是一个深渊的主 或者一个非净族得罪你 又怎么办呢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的不公平信徒 被逼迫 甚至死亡 在中国 在非洲 许许多多的信徒 爱主的人 吃怜悯的人 被他们 那些敌对神的人 伤害 这又怎么说呢 主耶稣要我们 为他们祷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也是说到 父啊原谅他们 我们也要这样做 不过在这些的困苦里面 上帝会为我们申冤 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来连去人 来做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是不能够做到的 我们是自私的人 我 坦白讲 我是有许多的软弱 只有靠神的恩典 圣灵的帮助 今天我们要 记住 我们要靠祂 求祂 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 感动我们 帮助我们能够以爱心 来怜悯人 来最少呢 有一个怜悯人的起步 你或者不能够做到 那个人得罪你这么多次 你说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不过你还要原谅 你可以求上帝给你一个怜悯人的起步 你要做一个蒙神约纳的信徒来 最后主耶稣教导我们蒙怜悯的人是有福的 第一个福是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的怜悯 就好像他屈身 伸出援手 把我们在软弱无能的人类当中 使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康复 又回来这个撒玛利亚人 其实上帝就是向那个撒玛利亚人 包覆那个伤口 把这个人抬到那个伸数 带他去那个酒店 然后叫那个酒店的人 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然后他还付钱来做 神就是这样 把我们这些灵魂伤痕累累 我们要死 其实我们都是死了的人 把我们救出来 给我们新的生命 给我们康复 这就是上帝的怜悯 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得到他的怜悯 我们非常的感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就是向那个撒玛利亚人 把我们救出来 把我们救出来 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伤口 把我们的罪的重担 他自己扛在十字架上 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给我们做灵粮 给我们的灵魂得到永生 这就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连续的福 第二个福就是主耶稣 祝福以慈悲或是怜悯忠信的大祭司 来搭救和帮助我们 他是怜悯的大祭司 他搭救和帮助 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他是一个怜悯忠信的大祭司 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他来世界上是要来搭救我们受苦的人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 他也是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怜悯我们 他赐给我们恩惠和帮助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 我们的大祭司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是体恤我们的 他也惩罚 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他施恩宝座前 为得到连续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再次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大祭司 为我们 帮助我们 搭救我们 亲爱的孩子们 你们有主耶稣做你的大祭司 所以你有什么困难呢 要来到主耶稣那里 他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有他 是我们的荣幸 另外当我们跌倒或是犯罪的时候 主耶稣在上帝 在耶稣基督里 帮助我们站起来 而当我们在软弱无助的时候 他捍卫和保护我们 我们都会犯罪的 信主的人之后还会犯罪 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的大祭司 是怜悯来帮助我们 回归正路 走回正道 他以连续我们的心帮助我们 这不是说我们在继续犯罪 而是要靠主 帮助 还有在犯罪的时候 我们堕落了 他捍卫我们 保护我们 继续地把我们 从这个罪的影响中救出来 然后保存我们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教训的八福的开始 就是让我们知道 每一个信徒是虚心的人 所以我们深同感受 自己的虚心和自己的软弱 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 要以爱心来连续人 求主赐给我们连续人的力量 帮助患难的人 求主赐我们连续人的心 以帮助现在罪恶的人 求主赐给我们 劳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 有彼此的连续 我们感谢神 赐给我们主耶稣 在主耶稣里的连续和怜悯 和恩典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